透过佛教歌曲红法立身 同时也让大众法气充满 明海法师日前于高雄联谈会馆 举办佛曲音乐饗宴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盛会 音乐会上法师带领众生 齐唱佛曲 陪你一段 感谢的歌词 勾起所有人内心那块思念的情感 在3月18号呢 我们在高雄的联谈国际会馆呢 举办了一场 明海法师的红法音乐会 虽然是音乐会 但是它其实是以红法的架构 去组织这次的音乐会 那么来的人也确实蛮不少的 那么在音乐会之前 我就收到了一个讯息 就有人透过脸书传达讯息给我说 师傅可不可以我们来唱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陪你一段 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整场的灯光是暗的 我们是把灯关了来唱这首歌 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内心有一些感动 或者是你有一些流泪的冲动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思念的情绪 当这种情绪在流动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忌讳 或者是不用去顾虑到 别人旁边的人 是不是看到你在哭啦 或者是这样子的眼光 我们把灯关掉 让大家可以很尽情地放松 投入在音乐里面 在佛许抒情的唱颂下 漆黑的四周 不需在乎别人的眼光 自已宣泄思念之情 使得音乐会上充满着欢笑及泪水 明海法师为了让更多众生 在悠扬的佛许中 体会到情感交织的奥妙 并于4月7号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 再办一场喜悦人生佛许分享会 诚挚邀请众生前来同瞻佛恩 时方新闻 杨玉带 简玉林 高雄采访报道